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起貼、黎士風、結婚的配件 紀念品、公仔、針茶的配件 我們以前在東街城條街 有十多間專門做起貼印刷 各個經營的分色和款式是不同的 我們新人在東街上訂起貼 由街頭行到街尾 選他心目中喜歡的款式 位於香港灣仔區的立東街 曾因街道上聚集主營婚慶喜帖印刷的店鋪 被香港民眾親切地稱呼為喜帖街 如今時疑是意 街上多數店鋪已與婚慶無關 過往行人們只能從利於街頭的一對婚嫁公仔中 瞥見昔日街道的風貌 而自家位於立東街商場地庫的小店 是如今街上唯一堅持至今的洗鐵店 店鋪主人王新苗已年過六旬 經營小店也已過三十年 在不大的鋪頭中 各式洗鐵紅包、婚慶用品、琳琅滿目 以應俱全 她覺得你的款式適合她的心意 所以有時她會聊天 甚至請我們喝的 我們會喝過一次 是啊 我兩夫妻 我太太我們會喝過一次 我開心見證了幾多 在這裏做了喜帖 結婚之後 有了子女 都會經常回來我們公司 在那裏談談我們 聊聊天 所以為何開心就做這件事 對王新苗來說 能夠見證一個個新家庭的誕生 是最幸福的事情 也是她在這一行一干就是幾十年的原因 隨著科技的發展 製作洗鐵的方式也已改傳統 變得更為方便、快捷 以前我們做貼 做了一份貼 要做了十零二十張、二三十張 放在這裏 起碼要一個小時或者兩個小時 這樣就要用刀剪 這樣就剪出來 就貼在那張貼裏 好看 到時我就印回這個位 所以現在我們就編了號碼 現在就不用剪了 編了號碼 這個公仔 我就在電腦拿出來 就印在稿裡給人看 現在就簡單一點 還有快脆一點 用電子化做的 是延美一點的 那些東西做出來漂亮一點的 隨著電子化的興起 電子勤儉在市場中應運而生 但在王鑫苗看來 直至洗鐵中蘊含的匠心與心意 最是難能可貴 也是無法被取代的深情厚意 就是我們現在 我收了一張請貼 我有日期 有地址 有什麼都齊在那裡 我就不可以 有意思 我會瘋截 我會忍那些 如果是 我收到電子請貼 我可以不記得了 我可以不去 如果我們收了請貼不同 我請貼不同 有個 未來的來自風 還有你也沒有意思 我會瘋截了 我會出現這個起源 沒有那種來節 沒有那種感情 2020年以來 香港疫情持續反覆 令不少新人取消或推遲婚宴 也令王鑫苗的生意已落千丈 如果這樣做起貼 我們差不多從疫情 差不多是零 可以說是零 就只是沒有了 配件那裡 買那些擺設 來自風的 都得兩三成左右 雖面臨諸多困境 但王鑫苗依然堅持 將小店開下去 也希望將這一份傳統 而真摯的祝福 傳遞給更多人